美国副国务卿矛头直指中共党魁 美国媒体分析黎巴嫩剧阵留下几个关键疑问未解 黎巴嫩袭击当中的对讲机和传呼机是谁制造 中共对台湾农业产品重征关税三类产品受到影响最大 陆委会消息台塑一高管被中共边控 小林制药红驱暗日本政府找到元凶 梁宁建首度闯入日本领海临街区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神TV两行要闻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四 在广告时间里向您介绍三高代谢宝的用户反馈 很多三高代谢宝的客户给健康520网站反馈 表示感谢 静怡也很高兴能把这么好的产品带给您 糖尿病的国际知名专家德福龙佐教授指出 糖尿病由八大因素导致 它的成因不只是血糖的问题 还涉及到多个身体器官的功能失调 如大脑 肝脏 肾脏和胰脏 这些内脏器官相互的影响 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 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三高代谢宝 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了调节这些 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 使用的是全天然的成分 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凯利女士 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告诉健康520 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 并且提升整体的健康 请登陆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当地时间9月18号表示 中方对俄罗斯的支持来自最高层 目前党魁习近平是否会出兵支持俄罗斯 以及美国是否制裁北京都备受关注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坎贝尔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说 美国没能够充分地掌握习近平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接触的绝对强度 最令人担忧的是 对俄罗斯的支持是来自最高层 虽然没有直接的点名 但是坎贝尔这番话 形同将协助俄罗斯的责任直接归咎于习近平 在中共内部的分裂日趋严重 军队担心被赶上战场反习派系蠢蠢欲动的背景之下 美国副国务卿的这番话 会在中南海内部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值得关注 一直有观点就认为 如果习近平想要开战 就会想办法拖长俄乌战争来消耗美国和北约的军力财力 因此在乌克兰攻入俄罗斯的本土 俄乌战争面临关键转折之后 观察人士特别关注中共是否会加强援助 甚至是出兵帮助普京 台湾大学政治信名誉教授明居正18号 在政经最前线节目中分析说 中共有很强的动机出兵援助俄罗斯 因为目前中共自以为看到一个拿下台湾 甚至是扳倒美国的机会之窗 这由六个因素组成 这包括俄乌战争的持续 中东陷入混乱 疫情在欧美再度爆发 台湾政坛和社会出了乱子 美国大选的结果引发社会的动荡 中东乱局在海外 特别是在美国校园引发的乱象持续 并且扩散 明教授说 虽然说是六个因素 但其实只要其中有一两个出现 中共就会自以为是机会窗口 因此北京目前正在积极的寻找六个因素中 哪些可能成真 而其中最大一个就是美国大选 明教授认为 北京目前正在观望这些因素 并且加加减减计算筹码 他很想出兵 但很可能不敢 因为这还可能会导致北约出兵 那就意味着美国会参与进来 几乎全球就要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 对北约和美国来说 态度就转为类似当年打纳粹 中国和西方之间不再有回旋的余地 也就是说 战争局势远远不是中共能够控制的 明教授认为 中共因此不敢冒险出兵援助俄罗斯 黎巴嫩珍珠党在连续的遭到船户机和无线对讲机袭击之后 中东局势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 同时美国沃克斯新闻提出 迄今几个最大的疑问是 以色列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珍珠党接下来会做什么 报道说 两场袭击的规模和复杂程度 令情报界感到震惊 前CIA反恐专家 现大西洋理事会成员 玻利梅罗普罗斯告诉沃克斯 幕后的对手很可怕 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智能信息行动 虽然以色列政府还没有发表评论 但是珍珠党已经将袭击归咎于以色列 前CIA分析师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艾米利·哈丁判断说 珍珠党下一步很可能是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清除内奸的行动 在一连两轮爆炸之后 珍珠党已经不能相信自己手里的任何东西了 哈丁说 尽管以色列国防部加兰特宣布 以军重心向与黎巴嫩接壤的北部边境移动 但是以色列迄今没有利用黎巴嫩的混乱 发动军事入侵 由此来看 这两轮爆炸主要目的更像是减缓珍珠党对以色列的攻击 而不是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 不过沙特驻英国大使哈利德·班达尔沙特亲王 对天空新闻表示担忧说 他相信现在是自1973年以来最接近爆发地区战争的一次 1973年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 又名以阿战争 在被问到过去两天黎巴嫩发生的爆炸事件时 哈利德王子表示 现在发表意见还为时过早 但是这么多设备同时出现故障 这看起来确实是很不寻常 黎巴嫩第二轮爆炸是由无线对讲机引发的 据报道对讲机的标签显示是日本埃克木公司的产品 机型是ICV82 不过 埃克木美国子公司的销售主管雷·诺瓦克告诉美联社 黎巴嫩爆炸的对讲机似乎是山寨产品 并非有埃克木制造 诺瓦克说 V82型是埃克木20多年前的产品 但是早已经停产了 诺瓦克用手机向记者展示 从网上找到假货是多么的容易 至于引发第一轮爆炸的传呼机究竟是谁制造的 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18号火速的澄清说 是授权给匈牙利的BAC公司贴牌生产 不过据CNN的报道 匈牙利政府几个小时之后就否认说 BAC只是一家贸易中介 在匈牙利根本没有厂房 三立新闻透露 台湾国安团队18号发现 网上出现了一波认知战 刻意的把黎巴嫩案与台湾关联在一起 甚至渲染说台湾参与半导体间谍活动等等 而这波水军背后疑似有北京的影子 还有台湾本地的网军协助 中共国务院18号晚间发布公告 宣布9月25号起 不再免除台湾34项农产品的进口关税 将恢复克征最高25%的关税 台湾经贸办批评中共经济胁迫 这34项台湾的农产品包括15种水果 另外有11种蔬菜还有8种水产品 不过这34种农产品当中 很多并没有被出口到中国 或者是已经被中方禁止进口 台湾农业部计算说 按照去年输往中国的数量来看 未来如果交关税大约要多缴纳107万美元 设计产品包括冰榔、枣、番栗枝、柚子 与部分白带鱼 估计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番栗枝、柚子和白带鱼 农业部认为台湾输果出口中国 面临运销成本高、通关时间长 中国增值税仍偏高等问题 而且中国仿冒台湾水果盛行 农业部正积极地开拓中国以外的高消费市场 如澳洲、新西兰和日本等 台湾陆委会9月18号晚间证实 一位台速集团的高管被中共边控无法返回台湾 据中央社的报道 这位台速高管9月11号从台北飞抵上海虹桥机场 班机刚停好 中共上海国安就直接登机 把这位高管请进了小黑屋盘查了一个通宵 随后这位高管虽然被名义上释放 但是还是无法离境 回不了台湾 形同被边控 陆委会表示 台湾政府已经掌握相关的资讯 不过因为涉及个人安全及家属的意愿 政府无便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但只要家属要求 政府都会给予协助 日后生劳动省9月18号发布 对小林制药横须保健食品的调查结果 确认元凶是天然化合物 据日本时报报道 后生省在记者会上表示 国立医药食品研究所分析食品样本之后 最终确认 原料混入了青梅酸 导致产生了软毛青梅酸 这种天然化合物含有剧毒 是造成消费者肾脏衰竭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 研究人员没有验出其他的有害物质 日本小林制药生产的红区保健食品 导致消费者肾脏受损 至本月中旬已经导致120人死亡 500多人住院 9月18号凌晨 中共航母辽宁舰史上第一次 闯入日本临街区海域 日本政府表示事件完全不可接受 据NHK美国之音等媒体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公布 辽宁号和两艘导弹驱逐舰 从日本冲绳线的两个岛屿 纳国岛和西表岛之间通过 这是日本临街区海域 临街区是临海的缓冲区 外国船只可以自由航行 但是严汉国享有必要管制权 这是中共航母第一次闯入日本临街区海域 此外 纳国岛和西表岛间的海域地理位置非常敏感 即接近台湾本岛 附近的冲绳又有美军基地 日本官房副长官18号表示 这件事情完全不可接受 日方已经向中方转达了严重关切 8月底 中共军机曾第一次侵犯日本领空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与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吃点赞订阅 记得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